中间左边这个是我 这是郭德纲的师傅侯耀文 这是于谦的师傅宽 那会儿他们两个想编个海湾战争的相声 结果上边没批 为什么找我来呢 我是海湾战争离旋风眼最近的人 我边上有好多都是大俗大雅之人 比如这院原来住的是侯伯林 这是我拍的侯伯林 侯伯林好写 因为大俗 俗大了大家就读懂 这都是我拍的侯伯林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和侯伯林在一起 侯伯林住在我出生地的右前方 我出生地的左后方又住着大雅的人 大雅的人是谁呢 就是杨贤义 杨贤义牛津出身 侯伯林是小学没毕业 杨贤义牛津毕业 不但牛津毕业 还把牛津的大美女戴乃爹给取回胡同里边来了 这是他跟戴乃爹生的最小的女儿 我有一天在街上闲逛就碰见 这是晚年的杨贤义 你看戴乃爹这么漂亮 是吧 人家是写书的 写书的在这么漂亮 牛津毕业的 这都是影响了历史重大发展的人 这是杨贤义晚年我拍的 杨贤义晚年就住在这个地儿 封笔封嘴 老跟害羞似的 一说话就笑 一笑还就脸红 这个戒指一磅钱 当时玩 玩套在手上摘不下来了 这张特飘逸 跟道士是 还有一个 又俗又雅的 就是我看 我最近写杨贤义 就看那个 他的自传里边都提到 就是文革他倒霉的时候 他提到过了他的两个好朋友 因为他是翻译家 翻译家指翻译 不创作 所以相对安全 而他的两个作家朋友 一个是萧钱 一个是老舍 我这用的是原话 一个是萧钱 斗号 一个是老舍 斗号 简直像耗子见了猫似的那么紧张 后来老舍在文革中挨了一顿揍 去世了 我听了很难过 斗号 同情他句号 老舍解放前并不怎么进步 人非常聪明 的确有才华 从前写小说 老张的哲学赵紫月 写得的确好 还写过一个猫成绩 有点讽刺粗连 说什么人说话都是一个调子 讽刺鸡犬主义 但猫成绩解放以后成了老舍的败笔 虽然西方有翻译 可是国内从来不提 老舍是我特喜欢的作家 因为他的那个文字 你看几个字就知道是老舍的 但猫成绩还真是不知道 然后去找来网上有 挺困难的 猫成绩一读 说的是有两个人 是第一人称邪的 一个是老舍 还有一个的朋友 坐宇宙飞船 去火星 结果路上坠机 到了这么一个国 就是猫国 那个猫国呢 猫跟人 合二为一的那个国 是一种奇异的动物 老舍写这书的时候 1932年 那个时代呢 出了好多好玩的书 有乔赵维尔 什么都是那个时代的 这杨贤义是刘英的 是牛津 老舍跟 肖前 就跟我师父都是剑桥 所以他们之间都说英国英语 而且他们都有中国的胡同幽默 又有英国的幽默 但是我看了半天这猫成绩 还是不理解 只是觉得这猫国的人都千篇一律 说城市性的话 城市不是城市的这个都市这个城市 而是程序性的话 千人一句话 千人一个思想 千人一个面 是科学主义的国家 科学主义 就是没思想吧 多谢观看 这是基督